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爱鸣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我们上次讲到了 华盛顿给取得了萨拉托加大捷的盖茨将军写了一封信 那么盖茨将军在萨拉托加大捷之后 的确默示了向华盛顿应该做出的汇报 从当时客观的情况来看 盖茨在北方取得了大捷 而华盛顿率领美军在费城附近 面对英军苦苦支撑 所以盖茨的心中肯定是有想法的 虽然我们之前强调了 萨拉托加大捷制定的作战计划 是美军高层集体的功劳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在军事上战场的指挥和军事计划同等重要 萨拉托加大捷的确有盖茨将军杰出的贡献 那么他和华盛顿在战绩上的巨大反差 让盖茨将军在心理上有所变化 这也是非常自然的 那么盖茨将军对于反对华盛顿的那些人 想利用他取代华盛顿 并没有言辞拒绝和驳斥 但他同时也没有公开的同意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的暧昧 我们需要看到盖茨将军对于美国独立战争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从个人品质上来说 在独立战争之后 盖茨将军他释放了自己全部的努力 所以尽管盖茨将军和华盛顿出现了一些矛盾和摩擦 但我们应该客观公正的去评价盖茨将军这个历史人物 那么再回到华盛顿给盖茨将军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中华盛顿这么写了 我愿借此机会祝贺你所指挥的军队 所获得的重大胜利 并迫使伯高音将军及其全部的军队 以战俘的身份投降 这是美国军队的极大光荣 我更希望这件事能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与此同时 对于这次关系到我们全盘作战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竟然只能通过传闻或者信件的渠道得知 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这种传闻或信件所具有的可靠性 与这件事本身的重要性相比 是极不相衬的 唐使你当初通过一份简短的报告 把事实简单说明一下 并由你亲自签名 必然比这种传闻或信件的可靠性更高 华盛顿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把一个蔑视上级的势力十分严厉的指了出来 但是盖茨是否感觉到这种责备的严重性 却值得怀疑 实际上盖茨将军和华盛顿公开的反对者 康威将军在私底下已经互相通信 一个偶然的机会 华盛顿得知了两人私下的通信 在诋毁他的军事声望和军事指挥 这个事件和上一年李将军的通信事件尤为相似 那么华盛顿就在10月9日给康威发了一个很短的信 信中华盛顿说的非常简单 他写道 先生 我昨晚收到了一封信件 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康威将军在写给盖茨将军的一封信里提到 上帝决心要拯救你们的国家 否则一位懦弱的将军和拙劣的顾问们 将会葬送掉你们的国家 这封信件 实际上华盛顿是在提醒康威 你们在背地里所进行的活动 我已经知晓 那么这封短信就让康威惶恐不安 他曾经竭力的向华盛顿解释 辩解自己的信中之所以会有重伤之词 完全是由于熟人之间用词随便 考虑不周的缘故 他竭尽全力的为自己开脱 那么黄盛顿是否接受他的解释 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但唯一肯定的一点是 康威在这件事之后就提出了辞职 他说他辞职的理由 是由于大陆会议的某些成员对他的诋毁 至于真正的原因 他一直没有告诉别人 华盛顿也没有揭穿 不过大陆会议却没有接受他的辞职 那么反对华盛顿的阴谋集团 仍在私下里对于南北两支军队的成就 褒贬不一 把华盛顿所指挥的军队形容的一文不值 对于这些褒贬之词 华盛顿在公开的场合并没有理会 但是在他写给他的朋友 当时的佛尼亚州州长 他的里格亨利的信中 他为他所指挥的军队做了辩白 信中他说道 我写这封信的意图是十分恳切的告诉你 虽然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是自从何才将军在埃尔克甲登陆以来 我所直接指挥的军队在数量上 一直少于其他的军队 在进行兵员人数的清查时 我并不只是把大陆军计算在内 也包括了民兵 哪个州遭受侵略 哪个州就应多出一些兵员 但是这个州上的消极不满分子实在太多了 他们使得政府抚慰受敌 自顾不暇 使得这个州难以多出兵员 因此在保卫费城的两次战斗中 之一上我们的兵力要比对手少得很多 对此世人却一无所知 高估了我们自身的兵力 这就让我们有苦难言 但是在我们兵力尚不强大的时候 出于让敌人望而生贵的心理 我仍然不得不鼓励世人这么想 当然我认为何才将军之所以行动迟缓 也是在于他相信了我们的说法 在北部防区事情大相径庭 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州为了打败伯高英 源源不断的把大批的兵员输送过去 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 据我所知 伯高英投降的时候 盖茨将军军营中仍旧有足足一万四千名 装备良好并且自备了粮食的民兵 除此之外 他们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义务兵 倘上这种精神能在宾州和比林的几个州中 广泛流传的话 那么我们打败何才将军的速度 也会更进一步 提纲德罗加刚失线以后 火军北方的形势严峻 因此我从南方军队中抽掉了大批的大陆军支援 这个举措使得我自己在作战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 为了顾全大局 任何推进我们事业的行为 对于我来说都是值得的 那么华盛顿的这番辩解 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并没有夸大 那么面临着北方增援部队迟迟不来的困境 华盛顿极力的向盖茨将军说明 却没有得到盖茨的响应 为了防止图谋不轨的人 削弱他在公众眼中的地位 华盛顿认为 在此时维护自己 作为最高指挥权 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他对于他周围正在进行的阴谋活动的实质范围 却一无所知 北一确定的是 普特南将军并没有参加这种活动 虽然盖茨将军从来没有公开的表露出 他想取代华盛顿 但是在保存下来的盖茨将军的信件中 有一封信 却把这种意图暴露无遗 这封写给盖茨将军的信 虽然没有署名 但是从笔记上来看 应该是曾经支持盖茨将军 反对斯凯勒将军的大陆会议 马萨诸塞州的议员 詹姆斯·洛弗尔 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尽管有人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错 但是您仍旧拯救了我们的北方 使南方战场的形势 由公式转到了首饰 并且很快地结束 然而假使我们的军队被迫撤到 南开斯特 雷丁 伯雷恒等地过冬的话 敌军的机动部队 仍然会肆无忌惮地蹂躏南方地区 由此而导致的后果 便是公众不可抵制的喧嚣和不满 直到最终 一位总司令可以出来收拾残局 由于判断失误 士兵们在来回奔波的情况下 逐渐地迫使这支优秀的军队化为乌勇 毋庸置疑 这种极其荒谬的军令决定和指挥 难免会遭到敌人的蔑视 我亲爱的将军 您是如此的令人羡慕 又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就在我写以上文字的时候 米弗林上校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我们不幸丢失了在达拉威尔河畔的堡垒 由此带来的惨痛代价便是 实行一次大撤退 将我军的船只 军舰 东营等都贡献给了敌人 而更加糟糕的是 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 来试图挽救已经无可救药的局面 基于这种现状 康威 斯波斯伍德 康纳 罗斯和米弗林 都提交了辞呈 除此之外 还有大批优秀勇敢的军官 也准备向大陆会议提交辞呈 总而言之 除非你愿意南下 将你旗帜下作战的人们集合起来 并且齐心协力的一起挽救南部地区 否则这支军队将会被葬送 在大陆会议派人来接你之前 请你做好准备 由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相当一部分的大陆会议代表 是支持由盖茨将军来接替华盛顿的位置 华盛顿就是在这样孤立无援 甚至背地里有人阴谋要推翻他的情况下 开始了一场看似必败的战争 天不随人愿 处处都在和他作对 11月24日晚 他从斯库尔基尔河的对岸 对费城周围的防线和防务 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此时 由于费城英军守军的一支大部队 调往了东西泽西 就使得华盛顿手下军队的兵力 对比于英军有了大大的增强 面对着这种敌弱我强的局面 一些将领认为正是进攻费城的有利时机 尤其是伟员将军 他素来以大胆冒险而著称 斯拉托家大捷 也促使人们极其渴望的南方 出现如此卓越的战果 那么黄盛顿亲密的战友 李德准将也有类似的想法 他在写给盖茨将军的信中 祝贺他将傲慢的敌人彻底打败 并俯首成臣 他对盖茨说 这一胜利也将使他成为杰出的将领 名垂青史 作为一名志愿在南方军队工作的人而言 虽然我军最高将领 已经绞尽了脑汁 却仍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从李德的这封信中 我们可以看到 黄盛顿麾下的将领们 也迫切的希望取得一场大胜 黄盛顿也明白 这不仅是他手下将领们的渴望 也是公众的普遍愿望 所以他正在审视度势的判断 是否应该进行进攻 在敌军防线的附近地区 到处都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 财源断壁 大批被拆毁的住宅 华盛顿忧心忡忡的 对英军的攻势进行了查看 他发现 英军的攻势看起来尤为坚固 从斯库尔吉尔河到达拉威尔河 有一片居高临下的高地 高地上是连绵不断的碉堡 每个碉堡都安装了构架和后木板 周围是深沟 深沟上面还有炸蓝 附近的树木都被砍光了 那么华盛顿麾下斯特林勋爵 和赞成发动进攻的其他人 主张在白天从不同的地点 同时发起攻击 主力部队攻击费城北面的防线 而格林将军也将率领了 他手下的部队 从灯口渡口渡河 沿着达拉威尔河 顺流而下 而波特率领了另外一支 美军和民兵 沿着斯库尔吉尔河 西侧南下 分别攻击费城的东部防线 和西部防线 华盛顿也认为 这样的作战方法 的确能给英军当头一棒 可以有效的抑制 报纸的舆论 满足公共的愿望 但是必须付出 极为惨重的生命代价 因为由此顾虑 他回到军营之后 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极为激烈的争论 但是仍然没有最终的决定 会后 华盛顿要求 每一位与会者 在第二天上午 将书面意见提交 与的同时 他专门派出了信使 去征询 格林将军的意见 那么斯特林 韦恩 斯科特和 古德福德 这四位将军 主张进攻 斯特林勋爵 还草拟了进攻方案 那么其余的11个人 考虑到敌方 巩固的防线 众多的兵力 严明的军纪 和丰富的战斗经验 等因素 直保守意见 想避免 更为惨重的损失 若黄盛顿是一个野心勃勃 一位追求军事名声的人 他如果意气用事 那么他有可能就考虑 孤注一掷 但正因为他将国家的利益 凌驾于自己的利益之上 他不愿意为了所谓的荣誉 用士兵的生命去冒险 所以他最终放弃了进攻的念头 那么在这种紧要的关头 大陆会议中的小团体 越发的活跃 使得军事委员会发生了变动 委员会的委员 从最初的三人增加到了五人 米弗林将军 特朗布尔 皮特斯 皮克林上校和盖茨将军 虽然盖茨将军是最后一位 但并不意味着他无足轻重 在此之前 米弗林辞去了军需总长一职 并且获得了批准 但仍然领有少将军衔 盖茨将军随即就被指定为 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宣布这一任命的时候 大陆会议主席 对盖茨将军的才能 以及他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时经大陆会议决定 他可以继续保有少将的军衔 可以视情况 在军事委员会或者战地执行职务 而反华盛顿的团体 自然的认为盖茨将军将成为 独立战争的主宰者 那么在军事委员会改组之后 大陆会议的确是通过了一批 不利于华盛顿的早期措施 比如说任命了两名督察长 来加强军纪并且纠正军队中的弊端 而两名候选人中 其中一位就是康伟少将 这相当于是对华盛顿的公开挑衅 而就在华盛顿的内忧 越来越严重的同时 英军的总司令何塞将军 也准备将华盛顿赶到山的另一边去 那么华盛顿所率领的美军 在经历了长期作战之后 面临严寒 早已经是疲惫不堪 他们极其缺乏用于保暖的衣物 和抵御严寒的住处 但是能够为士兵提供保暖预寒的地方 只有兰凯斯特、约克和卡莱尔 倘若军队进入任何一个城镇 都将使得当地的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资源带来巨大的损失 当地居民在武力镇压之下 也只能屈服 比基法尼亚的议会 对于这个问题十分的焦虑 他们希望美军可以留住在野外 李德将军写给州议会主席的一封信中 就提到 对于一些人所提议的进入城镇休整的建议 华尔顿绝对不会予以采纳 相反 他将会在情况允许的范围内 让军队驻扎在比邻敌人的地方 以保护尽可能多的农村地区 要完全实现这种想法 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一计划 主要是依据本州先生们的意见制定的 我希望你和其他人都能对此感到满意 尽管他可能并不会完全的进入人意 但我们已经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不得不说 华尔顿将军出于爱国的一腔热忱 这次对我们表现出了真切的尊重 如果你对此了如指掌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大力支持他的 华尔顿在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 并对他的军官们的不同观点 分别考虑之后 最后制定出了一个方案 让军队在斯库尔切尔河西岸 切斯特县的福治谷 建立了临时军营进行过冬 福治谷距离废长20英里 英文叫做Valley Forge 那么在这里 华尔顿可以保护农村地区的同时 随时关注废长的动向 此后他率领美军动身前往福治谷 但是这次行军却和去年大相径庭 官兵们欲以寡欢恩门不乐 去年军队开往营地的时候 是在刚刚取得胜利之后 士兵群情激养 可如今由于长期的辗转作战 加上食不果腹一不避体 甚至很多士兵的脚由于没有鞋子 开始溃烂流血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没有后勤补给 而是因为后勤补给 混乱不堪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感谢观看